有一位40多歲的女性因症就醫 我們診所的醫師採檢 也發給她快篩的試劑 結果快篩試劑是陽性 後來轉檢PCR在昨天下午2點的時候 檢驗報告出來確診 累計職場的接觸者包含第一位發現的22394 該職場有11位確診的個案 另外兩位是職場群聚事件的同住家人 同住家人兩位家屬的感染裡面 其中有一位是某高中生的學生 所以我們昨天到今天早上的處置 該同學確診的同班同學 總共有33位 集任老師再加科任老師9位 總共42位 剛剛檢查的結果出爐 42位全部都是陰性 跟大家說明的就是說 這職場的11位的確診者裡面 幾乎都是已經打了第三劑 但是還是發生突破性的感染 但是這個11位裡面 有感染但是症狀都非常的輕 有一些人說哪有KK 那有幾位是無症狀 所以這個對於在Omicron的感染的 這個阻斷他們傳播力量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想法 因為無症狀或輕症的人非常多 加上的小朋友 esc裡面 蘇方的經驗 所以你看到我們 有丟人說 問他 問我 你 你有